小鱼快点去上学别看了 哦对了 妈学校在哪我们刚搬来我都不知道在哪 你出门左拐直走就看得见了 好妈那我先走了 这个城市好像还不如我之前所在的城市 应该就是这里了 这个城市还能有这么豪华的高中啊真就还行 不知道这学校有没有帅哥嘿嘿 高高老师 进去找位子坐下 好同学们都到齐了 那么就来给你们说说规矩吧 先说女生的女生宿舍302宿舍是不能进去的 那是学校禁地 如果进去了出事了后果自诉 男生不要在班级里追逐打闹打架是万万不允许的 规矩也就这么多大家互相认识一下吧 可以去食堂吃饭了 下课 你好啊你叫什么我叫做晚儿 哦我叫做小鱼嘿嘿 那我们交个朋友吧 好啊那我们一起去食堂吃饭吧 吃完饭我们回宿舍吧我们同一个宿舍 好快走吧 你要吃点什么我给你拿 你看着拿吧我都行 对了晚儿老师说的302是不是在我们宿舍对面 对我们要不今天晚上去看看怎么样 小姑娘们万万不可啊 302发生了什么看来你们没有知道 这么说阿姨你是有听说过 我略有耳闻那我就给你们说说吧 当时302住着是俩个小姑娘 他们都谈恋爱了 可是谁曾想他们谈的对象都是同一个人 他们知道之后为了报复渣男就和齐火来将他嘎了 就将302宿舍封锁起来 校长把知道这件事的学生和他们都签了协议 不能对外透露 好了我只能说这么多你们快回去吧 没想到这宿舍还发生过相爱相杀的事件啊 走吧回宿舍我们得找多一点人才行 我们楼下有一个宿舍的两个女生 就是港户外拍显直播的 他们应该会感兴趣晚上叫上他们俩就行了 好那先睡觉吧 快点起来了我们得去找他们一块去隔壁看看了 困死了等等我 快走吧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兴趣 谁呀进来吧 那个你们好 我是三楼的小鱼 这个是瓦儿 你们应该认识我们这次来 是想找你们两个跟我们一起前往 三零要去看看到底里面有什么老师不让我们进去 哦这个呀 那么恨造就想进去看看连单已执摩几回 港号凯学第一天 闹死他们都被肖丈交出去吃翻了 但你们现在都处法如何 那走吧 快点跟上 那就是这里你们看锁住的窗户也密不透风都看不见里面的东西 对啊老奇怪了 这就是十二点了吗 咦不对啊 那来得中省十二点 就十二点学校四没有种地 到底是谁在从种作虽 谁是谁在弹琴声音是从二楼传来的 不行我们必须下去看看 快点来不然大会没了 一直都是同一个旋律 这可能是在引诱我们过去吧 不过二楼没有学生住啊 我们学校没几个女生 音乐怎么停了 这宿舍和我们住的完全不一样 快过来这边的看看 这个宿舍好像没啥特别 你叫我们过来看什么 没有我就是看着这里有点诡异 因为钢琴声我们下来就停了 但是声音明显不是在第一个宿舍传出来的 坏了门好像被锁了怎么办 这不会吧 第一次探险就出师不利子那么倒霉 救命啊这尸体 这怎么开换位置了 还是快点睡觉吧 这好恐怖 快点起来宛儿 哎对了 你们两个叫什么来着 我叫兮兮 她叫云云 好的门好像可以开了 哎对了 宛儿怎么还没有起来 宛儿不见了 啊 还是快点去告诉老师吧 那么虽然敢搭 但是人不见了 还是备手 好那快走吧 老师瓦儿不见了 你们是不是没听我的话 悄悄去过301门口 况且没有在自己宿舍度过的夜晚 对而且那个寝室 还有一只尸体会瞬移 坏了坏了 学校后面有一座山 学校居起来 swings 在全场卧银 没带我 给她 徹徹 并 想 1945 什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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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想走我会派警察来捉你还有他和他的 这个柔柔真是要气死我 居然敢提到我 我得让他生不如此 算了不看了我得早点动手了 他们应该会猜到是我的 算了我得早点动手了 不看了人 因他们会猜到是我的 进来 老师 老师柔柔不认识我们了 你还会怀着我 我不能多说什么 所以我说的话你们都别当真不要再试着 来救我 你们今天晚上应该会有危险 我们现在得报警走吧 先把水槽给烧了 不然他看见了就不好了 警察我们老师 警察我们老师囚禁同学 在几年前还杀害了三名学校 具体学校是 希望中学 好的你回吧 我知道了 最后老师二位杀人和小天飞单主事情